众所周知 德云社郭德纲老师曾多次在舞台表示 寻找当年演出时 听相声的那唯一的一位观众 但多年寻找都不曾见到 如今德云社再次出现一位观众的状态 近日有网友晒出到三晋元 听相声的现场照片 并表示今天真是神奇的一天 在三晋元包场了 随后也表示 对德云社演员卖力气演出的肯定 看到这一幕有网友表示 相声真是来源于生活 真的是 只有一位观众也要卖力气演出 当然就是不知道 这位小可爱当时有没有想要上厕所 要是上厕所这些男演员们该怎么办 而这一幕也发生在三里屯剧场中 但现场的观众要比三晋元要多一些 他说哥你猜今儿几个人 我说五个 你太乐观了 我说五个还少 我说几个 撒 这演着演着 谁说好人他们还没说完呢 因为像党上的党交友网幕嘛 党交友接着开这一场 来了六个人了 翻了一辈子 党还说能不能上去 正确让他再翻一辈子 那就是十二个人 对 现在有十二个人了 哎呀 那些 真是 真是 还有七 还真十二个 还真十二个 我争取啊 在我演出的这个阶段当中呢 我有观众退场 我就这个要求 我应该再翻一辈子 那翻不了了 那翻不了了 虽然观众少一些 但也能看出演员们 在台上真的是在卖力气演出 逗得现场观众哈哈大笑 看到这一幕 也有网友表示 队长们赶紧回来吧 尤其是八队 作为队长的张云雷 已经许久没有出现在相声的舞台了 当然相信这一天也不会太远 毕竟到年底了 许多队的队长都已经回到小剧场中 不知道今年的小风香演出 能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